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呃 牡羊座 本周由于在太过投入哦 在工作上呢 有可能你会有点偏头痛啦 但如果如果不小心着凉引擎感冒的话 反而不会有偏头痛的情况发生 因为你整个头都已经很痛了 嗯 金牛座 我告诉你金牛座 本周呢 你适合就到健身房去运动 但是哦 你小心哦 在跳有氧舞蹈的时候 气喘如牛 应该小心不要把人家教室里氧气都吸个金光 好不好 呃 双子座 本周最好多加留意自己的言行哦 不然呢 你只好把车子的后照信拆下来 随身攜带 不然呢 你会老是招人在背后中伤 巨蟹座 巨蟹座 不管哦 摆在眼前的美食有多诱人 本周你自己哦 体重好好想一下 好不好 你再不节制一下 出门搭公司 人家会以为你是孕妇啊 抢着让座给你 自己小心一点 我跟你说 呃 这些座小心一点哦 呃 呃 狮子座 本周如果要让手头上的投资计划有所进展的话哦 必须要有高人指点 但是呢 呃 你也不用这样子就往山上跑嘛 因为你知道哦 住在高处的人并不见得都是高人 而且高处不胜寒 OK 祝你座 本周祝你座的情绪哦 都会受到一些电视节目的影响啦 呃 特别啊 如果你在欣赏索马频道的时候 哦 你身体某些器官的情绪哦 也会受到影响 OK 天秤座 呃 天秤座的朋友呢 本周可能会跟情人因了解而分手 已经分了 呃 呃 但从此你们的交往将 因为只有性没有爱 两个都没有好不好 呃 反而变得更加单纯 是吗 呃 啊 算了 好 天蝎座来 呃 本周呢 虽然容易跟长辈在言语上哦 呃 产生摩擦 呃 应该庆幸你自己不是在肉体上产生摩擦 呃 否则大家以后碰面会变得很尴尬 好不好 呃 射手座 本周在工作植物上可能有所变动 因为你的老板嘛 最近迷上了魔术 以后动不动就会把你们植物变来变去哦 摩羯座 本周摩羯座啊 你会花一笔钱在车子的外观上面 呃 不过呢 一向情景持家的摩羯座呢 可以趁着雨天拿着刷子到外面去把车洗干净 呃 省下一些十几块的钱好不好 呃 水瓶座 本周你的人际关系将会有明显的改善 原因是因为呢 你的喉咙刚好发炎 所以你有些恶毒的话呢 就不会从你的嘴巴脱口出啦 双鱼座 我不想讲到双鱼座 你抱吧 呃 双鱼座 本周双鱼座会有偏财运哦 你拿到的钞票每一张看起来都会显得歪七扭八的 哼 哼 这就是本周的心动运势 哼 哼 不信就别听 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 下次见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